法国巴黎有一个舞蹈协会 他们专门推广20世纪初的沙龙舞蹈 他们认真考据当时的舞步还有服装 在法国各地重现舞会当时的盛况 最近他们就特别选在巴黎的卢森堡花园举办年度舞会 让现场的民众看得如痴如嘴 这里是法国巴黎的卢森堡花园 有一群人好像从印象派画作中走出来 随着20世纪初的音乐翩翩起舞 第三届沙龙舞蹈年度舞会由成立于1989年的协会举办 这个组织专门推广法国历史悠久的沙龙舞蹈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舞蹈委员会的委员 他们考据舞蹈 音乐和服饰等等不同的历史文献 不定期在各地重现当时的舞会盛况 向左跳 向右跳 再向左踏两步 老师认真指导 舞者们也盛装练习 舞蹈中的各种细节 前进 转身 后退 一边要既动作还要维持优雅身段 华丽优雅的沙龙舞蹈让巴黎非常浪漫